好,这一节我们来看一下2019年下半年度Weblet的定价 这边左上角有一个定价把它点下去 它的定价方式跟以前不太一样 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它还有一个8块钱的方案 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在就直接到这个12块钱,Pro版12块钱 然后之前就有多出的这个连接网域叫Connect 这个版本叫5块钱,每个月5块钱 那这边还有一个免费 目前还是一样有免费的方案 好,底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网站功能 免费方案它可以有SSL 但是它的网址是weblet.com的网域名称 就是前面这个www可以换成你自己的 但是后面的weblet.com是不能够更换的 所以要用它的域名 等于是在帮它打广告 然后它有SSL SSL就是https的意思 可以用https加一个s 那空间只有500MB 然后这边有告诉你说拥有weblet的品牌网域 所以这个weblet的品牌网域就是不能够去制定自己的domain 不能够用你的比如说你是abc.com 不可以,你要付费才可以 好,那底下的功能呢 这个免费功能这边都没有 这边有搜寻情优化这是有的 所以即使你是用免费的方式架设weblet的网站 你的网站还是可以被搜寻到的 然后你可以去用它里面内设的表单 但是我记得它的表单栏位好像只能够用三个还是五个吧 就是你不能够自己再创建太多的栏位 必须要付费版本才有更多栏位可以使用 然后底下这个资源的意思是说 它们原厂给你的资源有哪些 免费版的话呢就是它们原厂的社区论坛 如果你会英文的话可以进去里面看一下 或者是提问 然后看一下其他人的讨论 但是通常呢不一定会有原厂去做回答 然后还有聊天跟电子邮件的资源 那其实呢它的目的还是会引导你去告诉你说 有些功能是付费的 所以它还是希望引导你去买付费版 这是当然的 好,那这个Connect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跟免费版都完全一样 但是它主要是插在哪边 就是插在可以使用你自己的域名 这边你看拥有Webly的品牌网狱 然后这边是连接到自订网狱 所以如果你是有申请 比如说ABC是你的公司 那你申请abc.com 或是abc.com.tw的网址 这个域名的时候 它是可以连到你自己的域名的 就是把它绑定你的网狱名称 你的网址 然后绑定这个Webly的主机网站 那它每个月就要付5块了 所以它Connect这个版本跟免费版本 最大的差别就是网狱名称 可以去使用自己的域名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它不能够移除Webly的广告 如果你要移除Webly的广告 你就一定要使用这个Pro的版本 所以这个是大家比较困惑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Connect跟这个免费版本 到底差在哪边 主要就是差在即使你使用了自己的网址 但是网站最底下还是有一个Webly的广告 很讨厌 就是Webly的一个logo 这边左下角就会有一个Webly的logo 如果你用手机版 那那个logo就会整个充斥着手机的最底部 很讨厌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到自己的网狱名称 而且又要移除Webly的广告 那你就只能够使用Pro版本 之前是有一个叫Starter版本 就是一个月8块钱 但是现在已经移掉了 就变成直接进阶到Pro版本了 所以他们想要赚钱的心态非常的明显 所以变成了每个月12块钱 当然它有一个最省钱的方式 就是一次买两年 一次买两年的话 它的价格就更低 大概平均一年就是3000多块台币 如果一次买两年的话 一年平均就是3000多块台币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Pro版本 它有赠送一个Free Domain 价值20美元 可是我建议就是大家不要用 就是因为它赠送给你免费的网运名称 意思就是想要绑死你 把它绑定你 那你以后不想用Webly想要搬价的时候 这个网址你要搬是很难搬走的 因为DNS的设定都是在他们自己这边设定的 所以我会建议你网运名称就直接在 GoDaddy或Namechip或是Gandy或是PChome等等地方去购买 那不要跟虚拟主机的这个驾站主机的这个地方绑在一起 不要一起买就对了 要分开买 然后还有送Google的广告100元的美元信用点数 这个我自己是没有使用过 再往下看这边就是移除Webly的广告 底部的Webly广告它是可以拿掉的 那这边有一个网站搜寻协助客户在网站上轻松找到所需的资料 意思是说像这样子的功能 好像这样的功能 在网站上你自己的网站上面有一个搜寻的栏位 那这个栏位只要一key入关键字的话 可以找到所有你这个网站里面 比如说新名片 然后按一下Enter 我就可以找到所有我的网站里面有提到新名片 像这个片这几个字 名这几个字 就会找到帮你找出来 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Pro版本以上 才会有这个网站内部资料搜寻的功能 然后底下这个购书车呢 我已经建议大家如果是住在台湾地区的话 你没有资格去申请Stripe 你只能使用PayPal 那你就自己斟酌的使用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进阶网站设计就是它有一些比较多的功能 这个我们在内部功能讲解的时候 会再详细的讲到 哪些功能可以用 哪些功能不能用 那底下他们原厂资源就是多了电话资源 就是如果你会讲英文的话 可以直接打电话 好 那再来看我们最后边的商业版本 它跟这个Pro版本最主要的差别是什么 上面这边一样我们就不讲了 好 最主要差别是在购书车的功能 那因为购书车我们已经不建议在这边使用了嘛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不多说了 这些功能 那其实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它怎么没有列出来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会员功能 所谓的会员功能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个网站 这个就是这个登录注册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 这是必须要Pro版本还有那个Business版本才会有的功能 但是呢 这个Business就是商务版 这个商务版 商务版Business比这个Pro版本多出的功能就是它的会员人数没有限制 而这个Pro版本呢你可以登录的会员只有100个限制 只有100个限制 而且不能够注册 只有这个登录 等于说 我说Pro版 Pro版就只能登录 就表示你网站管理员必须去手动去新增这100个会员 最多只能100个不能超过 那新增完毕之后呢 那个会员才能够登录 那这个注册功能是必须你是Business版本的人 才可以使用 这是最大的差别 而且没有人数的限制 也就是说呢 像我这边的线上课程 我这边线上课程 如果像这个是要付费的话 点击之后呢 都必须要登录账号密码 然后登录之后才能够看我的线上课程 像这样子 我这影片摆在这个会员区 所以必须登录账号密码才能够看线上课程 所以如果你想要卖的是线上课程 或者是一些你要把网页的内容锁住 必须要账号密码会员才能够登录 你才让他看的这些页面 你必须要有这个会员功能 他才能够登录 这个我的账户里面去看 所以这是Business版本 比Pro版本多数好处 就是他的这个会员人数没有限制 而且可以让会员自己来注册账号 然后管理员到后台去审核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在详细的会员管理系统里面有说明到 所以我自己目前有购买Pro版 也有购买商业版 因为我有两个网站以上 那这边还有一个针对线上商店 这边就是Pro版商业版 刚刚两个是一样的 刚刚讲过了 然后还有一个更高阶版本叫Business Plus 商业英语协作 这个版本我们其实就用不太大了 因为他还有一个email的功能 就是email行销的功能 那一般这个email行销功能 我们就不会建议在这边使用 因为这边真的蛮贵的 我会建议你是用get response 美国的get response 或是mailchimp之类的 那边还便宜更多 好这就是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个Webri他们目前的定价方式 那我个人呢就是刚刚说的 我个人目前就是用Pro版跟商业版 这两种 Pro版就是我没有需要用到会员功能的时候 我就使用Pro版 商业版就是我的线上课程 全部是放在这个商业版里头 因为我的会员人数已经超过100人 而且他有让会员主动注册的功能 管理员呢就只要在确认会员付款后 到后台去帮这个会员开通 他可以看了页面就可以了 他可以去分群组 比如说你有三种课程 那你可以把它分成三个群组 那看这个会员是购买哪一个课程 你就开放那一个群组给他就可以 OK好以上是简单针对Webri这个价战平台的定价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